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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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因为虚腾等级太低 得先亮到B2才能组建共换 有了诸葛后 虚腾告别了小白 因此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会被卷入这场游戏的原因 原来这个游戏的积分除了兑换刀剧外还能兑现 一积分即兑换十万据款 而虚腾的好友金田和冰田为了享受购买豪华机车 所以双双加入了达文游戏 在冰田死前 他向虚腾发起求援 这才导致虚腾卷入了这场游戏 事到如今 男主也别无他法 只能思考怎么生存下去 很快游戏攻势了下棋活动 但现在的猪哥却丝毫没有在意 二人以游戏为由开始约会 看着生活美满的猪哥 虚腾很傲气他为什么会参加达文游戏 但是猪哥并没有选择回答虚腾 另一边 新人连续击败两名老人的消息逐渐传开 特别是其中还有49连胜的不败女王 于是多名玩家打听起了虚腾的消息 谈上拳斗俱乐部的犬四就是其中一员 他在巷子里对虚腾发起决战 结果却被虚腾以手机为研制 成为了虚腾手下的第三名败将 很快猪哥也赶到了巷子 随之而来的就是本次的游戏活动 虚腾话还没说完就被传送到了酒店房内 本次活动是抢夺手环的游戏 共有300个手环共300人张多 手环种人价格各不相同 限定时间内未同关的话 不到三个手环的玩家判定失败 也就是说存活力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活动范围内他们不能使用地图搜索 也不会遭到区域内普通人的干扰 并且用手机上的一选相机时 还能看到不一样的城市以及手环所在位置 而男主房内正好就有一个 虚腾离开房间后发现大屠杀已经开始了 一名全身防弹中手持金光枪的男人 根据手环位置找到了虚腾 虚腾不敌想逃跑 但楼梯都被植物堵塞 无奈虚腾只能交出手环 幸好对方也不是什么试杀之人 拿着手环就走进电梯 正在虚腾打算乘坐下班电梯时 一个小罗莉出现劝告虚腾 不要乘坐电梯来得好 小罗莉叫林茵 是个分歧师 因而对男主也十分有兴趣 果不其然电梯打开之后 之前男子就遭到了植物攻击 原来有一名叫花屋的玩家 用自己的植物能力 里里歪歪包围了这栋酒店 所有人都成为了他的伴种之别 灵茵自称是游戏中的逃跑派 面对同样只是为了存活的玩家 两人选择联手 在虚腾感应了男子的激光枪后 两人开始在酒店中寻找出路 但很快两人就意识到 电梯中的男子似乎没有被传送 原来这些被植物攻击的人都没有死 而是被花屋控制了 他们对虚腾二人发起攻击 因为一直被发现所在的位置 聪明的男主意识到 对方正在监控室注视他们 在击负所有摄像头后 潜入了灵茵来世的房间 随即两人继续伤到对策 因为灵茵的能力是世界寒兽 可以全方面地分析一些信息 以至于做到类似预知的作用 所以两人奋斗想斗 由灵茵负责引开地方注意 而虚腾则指导黄龙决战华屋 与此同时外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诸葛凭借强大的战力位居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射骨低头蛇 一个名为ACE的工会会长王 在解决了周围的众多玩家后 他们也将矛头指向了虚腾所在酒店 而在酒店内部 二人的计划非常顺利 在灵茵的能力面前 子弹都能躲过 在注意力都被灵茵吸引的时候 虚腾从酒店外墙来到了一楼 花屋和虚腾展开了招风 在用植物覆盖全身之后 花屋力量巨打无比 并且虚腾机关枪的子弹 已打不上花屋的植物铠甲 很快虚腾就败下战篮 绝境之下 不服输的身体 使虚腾又一次进入了脑内世界 此时有个身影正在断道武器 他告诉虚腾他能凭空制造武器 是因为能明白武器的原理 此人的话点醒了虚腾 随即他牺牲了枪的寿命 通过增加内压 创造了一把威力巨大的接光枪 打破了花屋的防御 而花屋也在反击中看到了幻觉 误算的距离败在了虚腾下 但是虚腾并没有击杀花屋 在零一抵达后告知ACE的威胁 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不该自相残杀 于是也将花屋拉入了联军阵营 在花屋因为体力不知的能力失效后 被控制的几人也恢复了正常 虚腾也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但唯独骷鲁士兵潜满龙二 在听门对手是ACE时选择了加入 就这样一个为了对抗ACE的临时工会 就这样诞生了 正在众人讨论分工时零一提出 这个宝石的积分很奇怪 他并不是按宝石的价值区分 而且游戏规则是无法通关时 才通过三个手环判定 所以这次活动的真正目的 应该是找到通关的宝藏 这时虚腾收到了诸葛的求救消息 原来诸葛在进入地下室的时候 遭到了一个能控制冰与水的女孩 在用冰形成墙之后再放水 诸葛就这样被淹在了水中 于是四人再次奋斗行动 零一负责在楼顶狙击掩护 花屋负责在酒店内布置陷阱 而虚腾和浅板则去营救诸葛 零一在狙击的过程中 发现手环力有玄机 通过手机的一次元相机 扫描手环的克尔码 可以得到以上数字 不同的手环数字不同 显然想通关这次活动 就必须要解开这串数据之名 另一边 虚腾和浅板遇到了令诸葛欲起的那个女孩 虚腾因为担忧直接跳入水中 但浅板却将枪口对着女孩 原来她的能力是测谎仪 她知道女孩在说话 随后女孩用水干扰成功逃跑 浅板为了调查真相也跟了上去 女孩躲到了一个商店里 在浅板进入后女孩用水进骨住了她 虽然用水化为兵刃打算截过浅板 但此时左手拦下了右手 原来少女体内有两个灵魂 分别是控制水的妹妹小水 以及控制兵的哥哥宗泰 妹妹善良不喜杀戮 哥哥比之果断又凶狠 宗泰其实在一年前就已经去世 因为在游戏中才得以灵魂归来 寄住在小水体内 此时不喜杀戮的小水占据上风 浅板才得以存活下来 另一边的猪哥终于坚持不住住入水中 虚腾靠着手桌成功找到了猪哥 随后用人工呼吸唤醒了猪哥 为了感激虚腾 猪哥现场出闻 随后告诉了他自己加入游戏的原因 猪哥是为了找到杀死父母的凶手 因为父母都是因为达尔门游戏二次 所以猪哥加入了游戏 打算杀了父母的凶手 以及游戏的制作者 随即二人离开了地下室 和浅板小水成功会合 小水向猪哥真挚地道了个歉 换平常猪哥可能直接杀了小水 但这次却因火得福获得幸福 于是猪哥难得地原谅了小水 并将他拉入了组织 随即两队展开交锋 虚腾带着灵音去解开宝藏之名 而剩余三人则留下GGS 灵音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了极限 通过分析他终于知道185911这串数字的真正含义 就是达尔门物种起源完成的日子 终于灵音找到了通关的秘密 另一边前板找上了敌方首领王 因为他的弟弟正是死在对方手下 所以他要给自己的弟弟报仇 通过观察他发现王的能力空间移动 最大的移动范围已知五公尺 所以打算拉开距离进行招战 结果遭到小兵干扰 前板本打算借此引爆炸弹和王同归近视 虚腾出现了 他拿出一把钥匙称是通关宝藏钥匙 想要以此交换自己的安全 王哈哈大笑 表示自己并不相信 随后虚腾又解释了退理过程 稍有解释令王答应了虚腾 但前板却用能力感知到 二人其实都在说话 随后王表示要先处行前板 虚腾的回答得断了王的嘲讽大笑 但前板却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随即虚腾将钥匙扔向王 在前板打算借此和王同归一件时 虚腾提醒前板要好好活着 随即打开车站前的密码式处像 将密码185911输入其中 原来这个密码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这个数字 而整个车站能输入6位密码的 只有车站前的密码式储物箱 而虚腾认给王的不过是个普通的车钥匙 到此游戏结束 虚腾通关了游戏 而其他人员则为传送出了游戏 虚腾打开密码箱 里面是主办方的电话 这是难得能和主办方沟通的方法 主办方告诉虚腾 游戏通关后除了巨额奖励外 还能享有一个特权 男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出方法 主办方告诉男主 想要退出游戏只有两个办法 一 完全通关达尔文游戏 二 杀死主办方 破坏整个游戏系统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无奈男主只能思考一个 能抑制别人进行游戏的特权 很快男主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并成功获得了主办方的许可 同时给男主的能力取了个名字 火身锤 距离活动很快就过去了两月 事后林医安排保险人员金平 送上了花屋死后的保险赔偿 但花屋的女儿终于拒绝了 她要询问林医父亲的消息 林医并没有直接回答 留下名片后告诉周 等她下定决心想知道花屋的事后 再来找她 射谷被ACE所占 当前撞的是解决他们 通过这两个月的修照 前半在能力为治疗的风能帮助下 成功恢复了被砍断的手臂 而薛腾则接受了两个月的魔鬼训练 现在除了超快的反应能力下 还拥有着不俗的格斗能力 同时一个名为黄昏下的乌鸦的公快 在就等时间内巧人诞生 而他们的leader正是薛腾 为了将坛上全都俱乐部拉入战线 薛腾和上一个活动的获胜者 同样拥有特权的俱乐部leader 坛上使用能力进行决斗 凭借这两个月积累的经验 虽然正面还不是坛上的对手 但薛腾凭借出色的大脑 已经能和超级玩家坛上过程起招 甚至还逼出了对方的能力 坛上同意了两队的结盟 这时一名面具少女突然出现 仅仅凭借杀气就向薛腾沉沦 他就是游戏榜排名第一的玩家 刘雪兰 他一眼就相中了薛腾 在一眼瞎推在场人后带走了他 薛腾称薛腾是个杀手的好苗子 无论面对什么战斗都异常冷静 薛腾是继任他的一波的最好人选 为此他都愿意给男主生孩子 这时后方一辆战车追了上来 原来是猪哥听到薛腾被带走后 愤怒的带队追了过来 刘雪兰本想威胁薛腾圈退众人 谁知薛腾让他们不惜撞毁也一定要追上来 他和雪兰约定 在不伤害一眼的情况下带走自己 这样他就答应刘雪兰的要求 成为他的部下继承他的一波 很快伙伴们就合力追了上来 猪哥不愧是曾经的不败女王 是皇宫下的乌鸦里唯一能靠实力和刘雪兰应配的角色 随即薛腾拿出酒瓶 配合宗泰冰坏了雪兰轮胎 这样一来他就没办法按照约定 在不伤害一眼的情况下带走薛腾 无奈刘雪兰只能认输 随即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他居然直接加入了皇宫下的乌鸦 作为条件 如果打算威胁伙伴 便先越过自己的尸体 这样一来世界第一成功入会 因为薛腾在活动后的销声禁忌 A4组织为了寻找薛腾杀费苦心 这时薛腾的好友杨泰来寻找薛腾 不料被A4组织的人揉住 而录下视频传到了薛腾手上 愤怒令薛腾掐凉乱了手脚 在伙伴们的劝阻下冷静了下来 通过短片他们发现了敌方据点 正打算联合全坛进攻A4 结果全坛刚好被其他工会发起决战 因而来的只有犬私一人 此时海岸仓库外 一大批警察突然出现 但王自然不会因此下退 作为先手的猪哥成功减弱 将电话交给杨泰 薛腾让杨泰加入打二门游戏 这样就有了自保的能力 果然在获得能力加入游戏后 杨泰拥有了超强的空物能力 解决了被下令击杀他的小兵 但可惜处处茅庐的他 又怎么可能是A级玩家王的对手呢 转眼就霸下阵来 仓库外 浑昏下的乌鸦发起来进攻 同为格斗家的犬私拦下了皈依 其一人则潜若仓库 很快 薛腾和钱本就找到了王 同时王还给薛腾备了一番大力 被伙伴的残子激发了薛腾 剧烈愤怒下的冷静是多么的可怕 虚腾在使用特权后发起决战 而王也为诸葛吸引开始一为一大战 他为诸葛带到了一处满是细丝的仓库 原来诸葛的能力是操控绳装物体 这正好克制王的移动能力 很快王就败下了战篮 随即虚腾拿枪对着王 游戏结束 黄昏的乌鸦获得胜利 因为虚腾选择了全力舍利 A次的宠马被群不输光 A次的玩家成功团灭 就连另一边已经获得优势的皈依 也因此被游戏给删除了 而王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也看到了虚腾身后的尸海 此后射谷也属于黄昏下的乌鸦 在他们的领地之下不准惊游戏 否则就会遭到虚腾讨伐 至此 达尔文游戏第一季就结束了 相较于惊爆游戏的男主 虚腾来的果断的多 物竞天责 适者生存 作为大逃杀作品 这一点有关重要 虽然动画结尾节奏很快 反派有点拉胯 但总的来说战斗场面华丽 人物塑造也还算不错 特别的是音乐真实战斗爆 非常适合大家观看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喜欢阿世的结束 还请点赞订阅该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